我們會呈現讓民眾外界可以下載資訊是一樣的 我們透過資訊跟大家說一個說明 我們可以發現這就是剛剛提到的總新規定結果 資訊我們也會呈現車型這樣的一個車輛規格 包含外形連份重量還有VIM試用範圍 我想都會做一個呈現 讓民眾來做參考 這車型它不管是在被動或主動相關的配備 包含駕駛座或是乘客座的部分 我們都會把這些的配備資訊都會做一覽表的方式來做一個揭露 車型評審結果的試用範圍 它總共這個車型有五個車款 這五個車款裡面大概就有三個車款可以來做試用 其他兩個車款考量所謂引擎系統的吸氣速、引擎傳動系統等等的資訊 按照規章是沒辦法來做試用 所以我們也把這樣的試用範圍資訊來做一個揭露 那承認保護資訊呢 剛剛提到我們就一項主項來跟大家說明 我們會用這個所謂的圖示還有這個所謂的分數呢 來做一個結果的一個呈現 那我們先往下說明一下 我們大概這個圖示呈現之後呢 我們下面會有一個評論 那評論這個呢 我就不足以唸 我就用結果來跟大家做個說明往上 那我們再把它放大一點 我們福特庫卡執行這個TNH4項試驗之後 碰撞壓縮量比較大 所以我們發現它是平微差 其它是屬於優良的一個保護效果 那在座椅邊甩這一塊呢 我們可以發現呢 前排座椅呢 它是拿到優良、綠色的這個呈現內容 那後排座椅呢 是因為它的這個所謂的活診的這個有效高度不足 所以它如果萬一遭到後方撞擊的時候 有可能因為容易使成員這個邊甩 就是這個頸部產生邊甩效應 所以有這樣子所謂的保護性能會比較不良 所以有這樣一個結果的一個呈現 那我們剛剛提到按照之前講過 因為前排座椅的邊甩是達到優良 所以它在AEB的試驗分數是可以來取得 那AEB的C體就是試驗系統的部分呢 它值其相關試驗的情境都沒有發生碰撞 所以是拿到滿分 那接下來是兒童保護資訊 那兒童保護資訊呢 我們來主向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執行這個6歲與10歲兒童的 碰撞試驗的性能表現呢 我們可以發現呢 在這個不管是10歲 左半邊的10歲或是右半邊的這個6歲的兒童呢 我們可以發現呢 他的重要部位 身體的部位都是具有優良的保護效果 但是10歲 10歲這具人偶呢 他在執行這項試驗的過程當中 因為人偶有往前移動 所以他的安全帶有從肩上滑落 那從肩上滑落就會 就是會影響到他整個的一個束縛系統 所以因此有被扣分 那在車方撞擊的時候呢 不管是10歲或是6歲呢 加著一個兒童的一個保護性能呢 原上我們看到都是具有優良的一個效果 所以是在車方撞擊的部分是獲得滿分 那接下來呢 身對安全 兒童安全座椅的這個功能呢 以及這個檢查部分 我們做一些說明 就是說手冊上呢 車庫手冊裡面都有記載這些後座適用的 這個兒童保護裝置的一個資訊 但是經過試驗之後呢 他這個只可以正確安裝通用型 他只可以安裝通用型 以及這個ISOFIS的這樣的一個 兒童保護裝置 那我們往下 但是第二排的這個左側 第二排的左側我們可以發現呢 有左側右側都沒有ISOFIS的標示 那依照如果沒有標示呢 按照規章是不給分數的 而且另外這個車型呢 他也沒有具備ISOFIS 可以安裝ISOFIS這樣的兒童器做的功能 所以這個部分也沒有拿到分數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的 所以在這個車型呢 他整個兒童保護領域只有拿到三顆星 接下來行人保護的部分呢 在執行行人保護這項試驗呢 我們可以發現了頭部的衝擊試驗 他在駕駛 這個頭部撞擊到這個A柱 或是整個周圍的這個引擎蓋的這個 應該是車蓋的這樣子 或是打風玻璃這樣的一個底部 他的保護性能呢 是平為比較差或不良 就我們剛剛講紅色或是所謂的棕色 那其他的部位大部分都是具有良好的一個保護效果 那我們在骨盆 骨盆 或者是腿部 執行之後的結果呢 都是優良的保護效果 那在若是倒入使用者系統這樣子AB的一個試驗情境呢 我們可以往下一下 那我們可以發現呢 這幾個有總共有四個試驗情境 那分別在遠端成能碰撞情境試驗的50%的一個位置呢 我們可以發現呢 他在40公里以下呢 都是沒有碰撞到的 但是從45到60呢 是有發生碰撞 但是他可以減輕傷害 就是 他可以減輕傷害 那在這個25%的近端成的碰撞情境呢 45公里呢 以下的圓上他都沒有碰撞到 但是在50到60呢 有發生碰撞 那碰撞的圓上呢 是可以減輕傷害 那在這個情境的過程 就是近端成的這個75%的部分呢 他20到60公里的這個項目裡面呢 他都沒有碰撞到 那在兒童的近端的兒童的這個碰撞情境呢 在30公里以下呢 都沒有碰撞到 但是呢 在35到 抱歉 在35到45呢 他圓上是有碰撞 但是可以減輕傷害 但是呢 50到60 50到60呢 他是有 沒辦法 有辦法去減輕這個碰撞傷害 所以那一塊就沒有拿到分數 多謝